今天对我们所有的中国创业者来说 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最坏的时代是客流量下滑 业绩下滑 利润下滑 生意越来越难做 员工难搞 客户也难搞 这是事实 可是腾讯用了7年做到市值过百亿 阿里用了8年做到市值过百亿 拼多多只用了18个月 做到市值1800个亿 星巴克用了20年时间 在中国开了4000家门店 用了25年在美国上市 而瑞幸咖啡只用了18个月 就登陆美股 市值达到了200多亿人民币的市值 我们的一个小商品 石岩店的名创优品 短短的三年时间 就开出了4000家门店 并没有什么太高的科技 咱们深圳起家的水果店 百果园 短短的五六年时间 就做到了市值100个亿 卖水果的门槛并不是很高 所以你的生意越来越难做 可是在中国三五年 创造一个市值过百亿公司的机会 依然存在 而且还越来越快了 所以你们坐在这里 并不是你们爱学习 是你们被逼无奈 如果每天睡觉 睡到自然醒 数钱数到手抽筋 谁也不愿意坐在这里 听我们在这儿讲 所以并不是爱学习 学习是一个反人性的事 所以我们很多的老板 在2018年 就奔波于各个课堂 商学教育如火如荼 为什么 因为生意难做 有很多的迷惑 我们就到处去学习 就想把自己练成武林高手 一个不小心的掉入了谷底 就捡起一本书 叫《葵花宝典》 上面写的第一句话叫 要练神功必先自功 你老人家想都不想 挥刀自功 然后翻开第二页 自功未必成功 上当了 翻开第三页 成功无需自功 你说你看 这些老师都是骗子 所以你看 你听了那么多的人生道理 为什么还过不好这一生 你听了那么多的大咖说 马云说 为什么你的企业 做的还是不怎么样 所以从知道到做到之间 有一个很长的距离 所以就像狄根斯讲的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这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所以老师引用这句话 这是我们创业最坏的时代 也是创业最好的时代 你的生意越来越难做 可是在中国 三五年诞生 市值过百亿 公司的机会依然存在 只有一种解释 就是算法发生了变化 所以各位 我们一定要相信一句话 没有马云的时代 只有时代的马云 没有张一鸣的时代 只有时代下的张一鸣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了解 这个时代